剛才我看妳在表演的時候 前面妳的感染力連幾位 幾位大叔都開始跟著搖擺 妳知道嗎 謝謝 厲害捏 請問喔 妳剛剛這樣 就丟骨棒 丟骨棒對不對 有六手過嗎 什麼 有掉過嗎 有掉下來過嗎 有 而且掉了還蠻多次 所以 其實大家看不到 在我的骨後面有藏了很多支 預備 所以掉了以後 就可以隨時拿新的送到這邊 對對對 這個練得很好 妳當時就是因為 打了Super Junior的骨之後 被告了他們的團員看到 沒錯 然後就幫妳按讚分享 對 然後妳的人數就開始粉絲爆增 對 真的那時候是增長還蠻快的 所以我也特別喜歡他們的歌 我看妳在打鼓真的是 完全有自信啊 非常快樂的感覺 妳想把它快樂跟大家分享 所以妳經常在街頭上表演對不對 沒錯 因為我本身也是街頭藝人 我聽說妳的豐功偉業 我有朋友去考街頭藝人徵兆 考兩次考不上 妳是隨便考考了13張街頭藝人徵兆 沒有隨便考有預備 13張怎麼考 妳是用什麼硬考技巧嗎 還是鼓棒拿出來 再表演的時候 反正評審先K他一下 問得就過了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想那麼多 就真的就是直接的去考 那我第一張是考宜蘭的證照 宜蘭 結果就考到了 但我也有沒有考到的時候 是嗎 台北市的證照 我考了四次 現在有中了嗎 有有有有有 所以新北也有 新北北市都有 對對對 雙北都有 不過妳開始在街頭表演的時候 一開始很high很開心 嗯 但粉絲一多 據說妳後來 現場的朋友跟你一些反應 讓妳開始出現 好像失去了一些熱誠 嗯 是這樣子沒有說 因為一開始我也沒有想過 就是我的影片會在網路上被瘋傳 嗯 對那認識妳的人多了之後 很多人會支持妳 但也會有很多人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拼音指教 對對對 因為妳的打鼓是 看網路YouTube自己無私自通嗎 嗯 算是 然後還有指教朋友 所以有些人就說妳可能打的 並不是那麼的正統是嗎 對對對 就自己玩的這樣 那妳後來面對這些指教之後 妳是如何又找回妳的熱情 嗯 一開始其實我是真的就是 有一度是覺得要放棄 然後甚至想把粉絲專業就這樣關掉 想說好好讀書 因為那時候還是打學生 但是後來 因為我來到教會 然後認識了耶穌 就是聖誕節的主教 所以耶穌叫妳繼續打鼓 不是 他讓我看到就是 他讓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獨一無二的人 所以我不用去在乎別人給我的評價是什麼 因為那是他們的眼光 但是我要看到我自己的眼光是 沒有人可以取代羅小白 只有羅小白可以超越羅小白 你知道剛才那位何芳姐姐 她唱那首歌就是 Love you just the way I am 愛妳就是愛妳的人本來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保持妳自己的樣子 現在愛妳可以有這麼多 謝謝 既然這麼多朋友愛妳 連阿拉西大叔們都開始搖擺了 要不再多來兩首歌啊 有有多預備 多預備 有預備 來掌聲歡迎我們的小白 再來兩首 好 好 好